第481章 出入天运 天运妻子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王林暗叹 走出阁楼 但见阁楼外 白威身穿一袭紫衣 在其衣衫之上 还有一些碎花点缀 此人相貌本就极为英俊 此刻略作打扮 阳光一晃 倒真有些妙慢家人之感 王林与此人保持一定距离 沉声道 不知三师兄有何事 白威嫣然一笑 抿着下唇 说道 当然有事 老七 你衣着腰牌等物都未领取 我已经帮你领完 给你送来 说着 他右手一挥 一个储物袋向着王林飞去 王林接过 神石一扫 里面果然放着两套紫色的衣衫以及令牌 多谢 王林一抱拳 从容道 无妨 这紫宗衫 你并不熟悉 不如让师兄为你介绍一番 白威笑道 王林掩露古怪之色 断然拒绝 说道 师兄好意在下心灵 不需如此 在下还要修行 三师兄 改日吧 王林说着 退后两步 这白威在他看来 极为古怪 与此人接触 王林全身有种极不舒服之感 白威望着王林 神情有些暗淡 轻声道 七师弟 白某并无恶意 只是这仔细一脉 错综复杂 白某昨夜司机一宿 这才下定决心与你告知 莫非 你真的不想听听吗 王林沉默少请 右手在储物带上一拍 立刻白光闪烁 地面上多处一套桌椅 在旗上 还放着茶碗胡锯 王林目光清明 掀起衣衫下摆 坐在一旁 笑道 三师兄 请坐 白威轻笑 坐在一旁 拿着茶壶 先为王林倒满一杯 随后才为自己倒满 放下茶壶后 他轻声道 当日一别 我真没想到 你居然就是师尊 年前偶然提及的记名弟子 王林含笑不语 没有说话 白威拿起茶杯 抿了一口 双眼一闪 忽然说道 王林 小心大师兄 王林神情如常 抬头望着白威 等待对方的下吻 白威放下茶杯 缓缓说道 大师兄是仔细一脉中 跟随师尊最早的一人 知晓很多 我们不知之事 就比如说 师尊在天运星无数万年 为何弟子中 除了极少数之外 大都是修炼千年左右 很少有超过万年者 这一点 别人不知 但大师兄一定知晓 王林目光一宁 这个问题 他之前也有考虑 但所了解事情不多 所以没有深思 此刻听闻白威一言 顿时动了心思 师尊之前的弟子 都去了哪 这个问题 不仅仅是你我 甚至老二 老四 老五 都一直捉摸不透 如果我仔细一脉中 除了大师兄外 还有谁知晓 我猜一定是当年的老七孙云 我甚至怀疑 他判出师门的原因 便是因为如此 王林沉默 少请之后 缓缓说道 三师兄 此事既然没有定论 还是莫要乱猜得好 白威眼中微不可查地 闪过一丝奇异之芒 沉默少许 说道 我仔细一脉 乃是师尊七戏弟子中 最弱的一戏 虽说如此 但争执却也不少 尤其是大师兄 他窥似天运七子封号 已经很久很久了 你莫要小看了大师兄 他以前的修为 不是如此 当年大师兄与六师弟 争夺天运七子封号失败 受了不可恢复的伤势 修为大爹 但此人极为坚韧 硬是闭关数百年 准备一血前耻 可惜 却又出了一个孙云 孙云击败老六与大师兄 夺得天运七子封号 三个月后 师尊大寿之时 便是我仔细再次出现 天运七子封号之日 这一次 大师兄势在必得 除非老六从外出历练之中回来 否则的话 你这个外来者 将是他必铲除之人 亡灵眉头微皱 沉声道 这天运七子封号 只不过是虚名而已 何必如此抢夺 白魏一正 望着亡灵 许久之后大笑起来 说道 虚名 老七 你可知晓 一旦成为天运七子 整个天运星上 你便是数人之下 万人之上 任何修真国 无不遵从 而且更有大量追随者 除了这些 天运七子 均都拥有一国之地 作为单独的修炼之处 整个天运星 任意选取 甚至心外之心 也有机会获得 这些还是其次 更重要的是 你我应便修士 此生最大心愿 不就是问鼎吗 问鼎问鼎 招问道 惜死已 此话你应知晓 问鼎修士 在问鼎的一刻 拥有莫大的风险 甚至连是师姐重修的 可能都没有 九死一生 可一旦成为天运七子 那么师尊 就会出手帮助 虽说不能做到完全把握 但最起码 可以把成功的希望 提高三成 你说 谁能不动心 王林深吸口气 目光一闪 这还没完 你我之辈 修炼所需先欲 无法想象 即便是作为师尊弟子 每月有固定份额 随着修为的提高 也还是不够 可一旦成为天运七子 整个天运中的先欲 将会为这七人 无限的供应 你 不动心 王林眼中 瞳孔一缩 还有 如果你不在乎虚名 不在乎问鼎 不在乎先欲 那么你可知晓 只要成为了天运七子 那么将会真正的获得 师尊传道之机 师尊传道 并非虚幻 而是真正的传授先术 千年天运七子 可被传授一个下品先术 那可是一个完整的下品先术啊 万年天运七子 再传授一个下品先术 更有甚者 便可被师尊 送到修真联盟 进行深造 成为整个修真界 真正的大神通修士 做千年天运七子 便被传授下品先术 此话可真 王林目光凝重 一字一字说道 千真万确 清晰一脉的李盛南 便是千年天运七子封号 百年前 获得了师尊一个完整下品先术的获赠 一直到现在 他仍在闭关参悟 一旦出关 其实力 将会达到一个可怕的程度 百威点头道 王林眼神闪烁奇异之盲 沉默少请后 点了点头 站起身子 向白威抱拳道 三师兄 在下累了 他日有余 自会前去拜访 白威含笑起身 说道 无妨 既然如此 我就不打扰了 老七 若是有事 可来找我 说着 白威一抱拳 转身向外走去 在他转身的一瞬间 他脸上的笑容 立刻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片阴森 大师兄 你想成为天运七子 只要我白威活着的一天 就绝不可能让你成功 我要让你每次 都失败 如此 才可报复你 当年对我所做之事 王灵回到紫灵阁内 目光闪烁 完整的下品仙术 若是之前 王灵并不知 小其珍贵的程度 但与司徒南相处 一个月后 尤其是掌握了 三式杀招之后 王灵对于仙术 有了很深的了解 司徒南凭借残卷 仙术模仿而出的 三式杀招 便具备了如此威力 由此可见 一个完整的仙术 其威力定然无法想象 显然 当年之所以强大 正是因为两个原因 这其一 便是仙宝 其二 就是仙术 拥有上品仙宝 掌握了上品仙术的仙人 那几乎是恐怖的存在 修为越高 其实力就越大 可以与仙术比拟之法 或许有 但王灵所知 只有古神一族的神通 才能与之不分秋色 古神一族的神通 王灵获得的 图思记忆传承中 记录了很多 但这些神通 必须要古神一族 才可施展 而且要求极为严格 以本尊的修为 无法运用 天运七子 有趣 王灵目光一闪 陈寅少请 换上弟子衣衫 带着令牌 转身走出紫灵阁 此刻已尽晌午 烈日当空 散发出阵阵炙热气息 王灵身穿紫衣 一头长发随风而动 颇有一股飘逸之感 走在紫宗山峰之上 一路凡是有紫宗弟子 看到王灵 无论远近 君都停步 恭敬的抱拳 称呼七师祖 王灵一路走去 渐渐内心有些明雾 这天运宗 没有如朱雀星上的宗派一般 在辈分上强者为尊 而是延续上古修仙门派的长者为尊 已入门前后定辈分 如此一来 除非是如王灵这般突然插入者 否则等皆森严 一辈一辈 丝毫不会出现取代之事 这也是为何 当年的孙云 明明成为了天运妻子 但看见赵兴煞 依然还是要叫一声大师兄的原因 紫宗山 极大 王灵之前曾探查多次 此刻走来 倒也不陌生 他所去之处 乃是紫宗品灵阁 此刻 是日常弟子领取丹药灵石之处 白威领取的衣物令牌 便是在此地 身为天运子弟子 定然会享受一些权利 比如说仙玉 就会有固定的份额 之前他听闻白威谈及此事后 这才出行 领取仙玉 若想争夺这天运妻子的封号 修为必须要达到应变中期 在这天运心上 我王灵 要做一个跋扈之辈 这里 可不是韬光隐晦之处 一旦自己示弱 恐怕就会被人立刻踩在脚底 甚至就连天运子 也是默许了这种行为 否则的话 就不会出现之前 那厮杀的一幕 既然如此 我不要看看 我王灵 到底能在这天运宗内 走到何种地步 只要不触及天运子师尊的底线 在这里 一切都可随性而为 王灵目中闪过金芒 今天更新晚了 过年期间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事情 请大家谅解 月票掉下来了 半年来 第一次掉到了第四 不愿大家不投票 愿我 这个月过年 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可还是断更了 不过 就这样失败 不甘心啊 月底还有几天了 莫非这个月 仙妮不能杀上去了吗 我不信 本章完 第482章 出入天运 建议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品林阁 在紫宗山中段 一处斜插而出的巨大平台之上 此阁共有九层 远远看去 其上散出浓郁的灵力 形成波纹状 四下扩散 此阁由清玉瓦石构建 外表看去 充满一股沧桑之感 好似经历了无数万载岁月的洗涤一般 在其上 还有一些青石 已经出现了灰色 一些翠绿的藤条状植物 在此阁楼缝隙中 延伸而出 密密麻麻 覆盖了一层 在这些藤条上 每隔一段 便会有一朵朵紫色的小花出现 妖艺的绽放 传出阵阵 沁原心扉的香气 在此阁之下 则是一座巨大的阵法 此阵法包裹了整个平台 把品林阁包围在正中心 此阵远远看去 好似成阴阳两面 相互交错之下 透出一丝混沌质感 尤其是在其内 有三股强大的气息 几乎欲破阵而出一半 这三股气息 化作三道长长的白痕 在阵法内四处游走 但却诡异地 从未彼此撞击在一起 品林阁外 此时盘西坐着一人 此人是一个中年男子 他身穿黑衣 双眉如剑 面白似玉 三缕长须自下巴垂落 无风自动 看起来 颇有一股先锋倒鼓之色 此人修为全部隐匿 除非修为比这要高 否则外人很难探出端倪 他坐在那里 脸上露出平静之色 好似这世间万物 都不放在心里一般 他的全部心神 此刻 都集中在了膝上之物 在此人的双膝处 放着一把七尺长剑 此剑通体碧绿 散发幽光 阳光映照之下 顿时的四周数帐之内 都被这碧绿之色笼罩 王林站在品林阁数十帐外 目光如常 平静地望着此阁外 盘膝打坐之人 此人修为 是化神后期大圆满 但在此人身上 却是有一股隐藏极深的剑影 那中年男子 此刻睁开双眼 看到不远处的王林后 一阵 立刻站起身子 抱拳恭敬地说道 弟子张相凡 见过七尸祖 那把碧绿色长剑 在此人起身的瞬间 化作一道绿光 融入此人体内 消失不见 王林目光落在张相凡的眉心处 陈阴少请 平淡地说道 你的飞剑 借我一关可好 张相凡一愣 点头说道 弟子飞剑 只不过是寻常之物 在山下方室内获得 并无出奇之处 七师祖要看 自然可以 说着 他右手再眉心一点 轻贺一声 但见一道绿光 此其眉心一闪而出 化作七尺长剑 散出阵阵剑鸣 王林目光平静 右手虚空一抓 那碧绿长剑 立刻一晃之下 被他隔空抓住 拿回身边 仔细打量起来 刚才这张相凡 收起飞剑后 其身上的那一丝剑意 顿时消失得 无影无踪 现在王林看到 眼前的飞剑 一眼就看出 那散发剑意的 不是张相凡 而是这飞剑 左手轻轻抚摸 碧绿长剑 王林心神威震 若是旁人 或许很难发现 这仙剑之上的剑意 即便是发现了 也只会觉得 此剑不凡而已 但王林 在刚才感受到 这一丝剑意的瞬间 却是心神一阵 一种极为熟悉的感觉 顿时涌上心来 周易 王林沉默 这飞剑之上的 一丝感悟 分明就是周易 当年化身成为剑魂后 所散发出的剑意 周易当年追击剑 尊灵天后而走 一晃上百年 音讯全无 此刻 是王林第一次 感受到了周易的剑意 若非他拥有周易 问鼎意境的宝塔 常年感悟之下 否则 也断然不可能 一眼就认出 此剑之上剑意的来历 这飞剑之上蕴含的剑意 只有一丝 感受着这一丝剑意 王林沉默少请 右手在其上一抹 顿时此剑碧绿之色大浓 闪烁之下 一丝绿芒 从其上飞出 化作一个绿色的心点 飘在了王林身前 望着心点 王林轻叹 右手一抓 把此心点抓在手中 抬头看向一脸 不知所措的张相凡 说道 此剑之上 有一丝故人剑意 我且收走 不过也不会亏待于你 这玉剑你拿好 里面有十八道静枝 一把这些静枝 踏印在任何一把 上瓶以下飞剑上 都可使得其威力 增加数倍 说着 王林一拍除物袋 手中多出一枚玉剑 扔给了张相凡 至于那碧绿飞剑 王林也同样归还 张相凡尽管表面恭敬 但眼中却是露出肉痛之色 接过玉剑后 本也没抱什么期望 下意识地神石一扫 但立刻 他便身子一震 脸上露出金蓉 少请 他猛地抬头 望着王林 恭恭敬敬地说道 解其失足 张相凡修炼至今 见识极多 他一眼就看出 这十八个静置的不凡 这十八个静置 全部都是攻击静置 并且最重要的 这十八个静置 居然可以叠加 这就极为罕见了 张相凡强压下内心的激动 他恨不得立刻闭关 把这十八个静置 全部踏印在飞剑上 到时候 叠加静置之下 化身后期的同辈之中 他再无任何所拒 这十八个静置 只不过是王林 参悟了云雀子草帽之后 内心一直琢磨的 十九组中的两组罢了 想要让静番 达到九千九百九十九组静置 眼下这些 根本就不够 我来此地 是为领取仙玉 王林也不废话 直接说道 张相凡连忙点头 说道 七位师祖 每个月都会有一百块 仙玉的配额 您把令牌给我 我为您打开传颂 王林闻言 右手一挥 令牌飞去 张相凡接过后 恭敬的退后几步 在地面上查看少许 右手掐指算计少请 最后目光一闪 拿着令牌 漠然间向地面一按 王林看得清晰 这张相凡所按之处 居然是阵法内 那三道白色长痕 全部交错而过的瞬间 在令牌按向地面的一刹那 三道白色长痕 漠然间全部向着此地疯狂地钻来 但听一阵轰隆隆的巨响 张相凡抓不住手中令牌 身子一阵 灯灯灯退后竖步 但见那令牌 凭空飘浮 三道白痕从地面冲出 在令牌之中穿梭而过 速度越来越快 最终几乎只能看到一道道残影 几乎连接成一片 树袭过后 令牌漠然间散发强烈的紫芒 这紫芒向四周轰然扩散 三道白色长痕 立刻呼啸而出 相互凝聚在一起 直接冲出令牌 向着不远处的品林阁飞去 在此阁的第七层停下 收尾相连 幻化形成一道巨大的光门 张相凡连忙恭敬说道 七师祖 请持令牌进入 亡灵二话不说 脚下向前一踏 虚空抓住令牌 身子化作一道长虹 直接飞入第七层 这光门 显然有着传送作用 亡灵身子刚一踏入旗内 便立刻眼前一花 待清晰时 却是来到了一处 好似仙境一般的世界 这里处处花香 清水叮咚 天空七彩云层躲躲 时而还有仙鹤飞过 在半空中 此刻躲躲七彩云 相互迅速地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巨大的身影 这身影看不清相貌 但一股仙力 却是疯狂地涌现而出 令牌 一个威严的声音 从这巨人口中传出 亡灵目光平静 手中令牌一甩 呼啸之声顿起 直接飞向巨人 只见令牌在巨人身前 默然一顿 砰的一下 化作点点筋芒 融入巨人身体内 少请之后 那巨人的声音再次响起 紫系一脉第七子 已经有103年未娶仙玉 你 可要一次性全部取出 亡灵一正 以他的定理 此刻也不由地心神震动 深吸口气 沉声道 全部取出 一共123,600块 那巨人的声音回荡中 一块块鲜玉 莫然间从其身体内飞出 以极快的速度 瞬间在亡灵身前 十丈外堆积而起 亡灵直勾勾地望着 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疯狂堆积的仙玉 顿时有种口干舌燥之感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天运宗 居然是如此计算仙玉 若是有那种 空余了上万年的弟子身份 那仙玉的数量 岂不是达到一个 不可思议的程度 这仙玉本应棘首 为何在这天运宗 却是如此多 亡灵深吸口气 此刻仙玉已经堆积如山 亡灵眼中露出一丝 从而有过的金芒 打开锄带 以最快的速度 立刻把这些仙玉全部收起 做完这些 他摸着锄带 脑子里仍然有种 不真实的虚幻之感 他摇头苦笑 按道 难怪别人会把自己 看成是土著修士 以自己现在的定力 的确还是不行 这十万多块仙玉 就已经让自己 彻底眼红 刚才的一刻 无论是谁阻止 他获得仙玉 亡灵都会 毫不犹豫地出手 深深地吸了口气 亡灵目光 渐渐清明 从那仙玉的震撼中 恢复过来 此刻 半空中那巨大的人影 渐渐消散 重新化作 朵朵七彩云 阵阵芹芒 在虚空中闪烁而出 相互凝聚化成令牌 闪电一般 向亡灵飞来 亡灵抬起右手 拿住令牌的瞬间 身子顿时 被一股无形之力推动 直接退出数十丈 一闪之下 从此地消失 本章完 第483章 出入天域 困地修炼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品林格外 亡灵的身影 出现在了第七层旁边的虚空 他身子刚一出现 便立刻化作长虹 直接飞向远处 一路亡灵速度飞快 横冲直撞 向着紫林格飞去 此刻仙玉足够 亡灵打算闭关修炼 争取在三个月内 能够把这些仙玉全部吸收 使得自己的修为 达到应变中期 争夺天运七子的封号 亡灵速度极快 奔雷之声不觉响起 在这安静的子宗山上 就显得极为刺耳 此刻 在亡灵飞过之处的地面上 一处典雅的竹轩内 坐着三个老者 这三人 均都是子宗的执法长老 其中一人 抬头看了一眼亡灵消失的方向 轻哼一声 不满地说道 这亡灵 也太过目中无人 在这子宗之地 居然展开如此速度 在他旁边的老者 摇头说道 始祖大人的弟子 只要不是犯了叛门之过 一般来说 还是不要去管得好 而且 此人修为虽说不高 但其战斗经验极为丰富 我等三人即便联手 恐怕也只能与之平手罢了 最后一人 手中拿着紫玉茶杯 清敏一口 沉声道 此事我等就不须操心了 始祖大人的弟子中 彼此争斗极为剧烈 你我三人在天运宗上千年 难道还没看透吗 三人沉默 亡灵一路飞行 少请之后 便回到了子灵阁 他身子一晃 整个人好似长红般 落在了地面上 他身影刚一落下 便立刻神色一动 转过身看向远处 但见天边一道长红 漠然间出现 向着亡灵所在之处 急驰而来 长红在半空一转 消散 露出其内那阴变后期的女子身影 此人 正是那四尸简 与此同时 在亡灵左方 一阵波纹闪动中 照星煞 面色温和地走出 右方 一声低吼 仔细排行老二的中年男子 面色阴沉的一闪出现 亡灵神色如常 平淡地望着三人 缓缓说道 暗处的道友 何必藏头藏尾 出来吧 他并非是察觉另有他人 而是眼前三人如此有恃无恐 想必另有外援才对 亡灵话音一落 一声 长笑从虚无之中回荡 但见在众人上空 一道蓝色的身影 漠然间出现 这是一个青年 看起来年纪约三旬左右 但修真者 无法以颜冒断年纪 一切 只不过是表象罢了 此人身穿一袭蓝色衣衫 胸口处 绣着三条蓝龙 这三条蓝龙 争鸣凶猛 栩栩如生 好似真的活了一般 尤其是三双龙目 更是散发出阵阵逼人心魄的神采 天运宗 蓝宗一脉排行第三 司马如风 此人笑容温和 现身后 目光变落在亡灵身上 阴变后期 比四师姐修为 还要高出一线 应该是后期大圆满的修士 亡灵双眼 瞳孔微不可查的一缩 亡灵师弟 你我虽说不是一系 但在下对你的名字 确实也有耳闻 今日 我便再介绍个师兄 给你认识一下 王师兄 你本家来此 也出来一件吧 司马如风微微一笑 朗声说道 哼 一个冰冷的声音 从虚无之中传来 这声音中 透着一股阴寒之色 传入亡灵耳中 他缓缓地转过身 只见在其身后几十丈外 不知何时 多出了一人 此人身穿青色衣衫 站在那里 好似一尊万载不化的寒冰一般 他冷冷地扫了亡灵一眼 便不再去看 而是闭目养神 这一眼的目光中 透出的 是一种主宰一切的冷漠 在他眼中 亡灵 不配他出手 虽未到问鼎 但却已经踏入半只角 亡灵面色阴沉 今日五人在此 其目的 显而易见 亡灵深吸口气 右手放在了厨袋上 此刻 仔细一脉中的四师姐 那个相貌娇美的女子 脸上露出无奈之色 轻声道 老七 我受人之托 不得不出手 请你见谅 说着 他右手掐绝 虚空一点 口中轻盈 漠然间 一道银芒 从其身体内疯狂地扩散而出 转眼间 便把四周 方圆十里之内 全部覆盖 禁术 罗姨 一声交贺传出中 四周十里之内的银芒 漠然一颤 剧烈地晃动起来 转眼间 消失在了原地 无影无踪 一同失去的 除了此女之外 还有亡灵 天运踪数十万里之外 这里 有一处巨大的石灵 密密麻麻连成一片 好似一把把利剑拔地而起一般 直插天际 远远看去 此地极为消杀 一股杀机 从一个个奇异的石块内 冲斥而出 相互交错在一起 形成一道滔天的沙宴 此刻 在这石灵上空 忽然出现阵阵银芒 这些银芒渐渐越来越多 最终方圆十里 竟是一片银色 此地较为荒凉 即便是有修饰 也大都是一些散修 此刻远远地看到银芒 立刻纷纷或避开 或观望 但却无人上前 在银芒的深处 此刻 出现了两个人影 这二人 一男一女 女的那位 相貌颇为娇美 身穿紫衣 看起来好似仙子一般 尤其是一头青丝飘散中 更显此女娇柔之色 男的那位 同样是一袭紫衣 相貌寻常 但双目 却是寒芒闪烁 她身姿挺拔 站在那里 好似一颗轻松般 孤傲不凡 四师姐的这个挪移神通 倒是让王某大开眼界 王林目光闪动 平静地说道 之前此女施展这法术神通之时 王林立刻察觉到四周的空间 顿时变得好似灌入了千叶一般 根本就无法顺移而出 除此之外 更是有四道杀鸡锁定王林 若是他动一下 这杀鸡便会立刻出现 疯狂的攻击而来 这四道杀鸡 正是子灵格外赵新煞 二师兄 与青蓝二戏之人所发 他们的目的 不是为了杀王林 而是震慑 数人联手 王林不敢妄动 所以干脆任由对方挪移而来 老七若是看中师姐的这个神通 待一切事了 我把这神通传你便是 不过现在 我希望你安静地在这里 闭关三年 三年后 我自会来把你放出 四师姐平静地望着王林 缓缓说道 王林神色如常 看了看四周 此地处处奇异巨石 其中有一些 上面被人以神通之术 刻下了一条条深深的沟壑 从半空往下 显然是一个阵法禁止 区区阵法 莫非师姐认为 可以困住在下不成 王林目光一闪 右手虚空一挥 顿时一道白芒 在其手中幻化而出 形成一把光剑 一冲之下 直奔地面 一处石块而去 但这光剑 尚未飞出百丈 便诡异地暗淡下来 最终居然化作点点精芒 消散一空 王林眉头一皱 师弟 此阵乃是大师兄布置 若无绝对把握 他岂能放心 把你困在这里 所以 还是莫要费力了 四师姐轻叹一声 身子一动 整个人化作一道荧光 直接飞出荧芒范围之内 他回头深深地看了王林一眼 轻声自语道 大师兄 当年的人情 现在已经回报 从此之外 你我再无任何瓜葛 说着 他身子一动 向远处飞去 其方向 正是天运宗所在 王林目光闪动 盯着对方的身影 渐渐消失 他眼中渐渐升起寒芒 他右手一抹储物带 顿时先剑在手 一扫之下 一道树杖大小的剑芒 立刻呼啸破空而出 迅猛地向着一旁 虚空斩下 剑芒出始时 伤害声势巨大 但越是往后 便越微弱 三息后 居然彻底消失 王林沉默少请 身子一晃 向上直冲而去 随着他的冲击之势 他立刻察觉到 一股巨大的阻力 从天空暗下 阻止自己升空 这阻力越来越大 最终几乎滔天一般 王林低吼一声 身子不但不退 反而更快 再次冲出数百丈 这时 从远处看去 只见在半空中 一片石林之上 一道紫色身影冲天起 但一层银色的光幕 却是始终在 此人上方笼罩 随着此人越来越升高 这银色光幕也是 随之而动 拉伸成为一个 秃子形状 王林脸上 轻轻鼓起 低吼一声 再次升高数丈 此刻 从上方传递回来的阻力 已经相当于是一个 应变后期修士的 全力出手 王林面色一白 身子好似流星一般弹回 奇速快得难以想象 直接落向地面 只不过在距离地面 几十丈的瞬间 王林身子一动 旋转之下 立刻化解了身体上的力道 最终整个人 站在一处石块之上 面色阴沉 盯着天空 沉默不语 少请之后 他右手一拍储物袋 顿时仙剑飞出 王林向前一指 仙剑之内的许立国 顿时心领神会 乌翱一声 向着王林所指之处 疯狂地冲去 在他的身后 弯刀紧跟 这一刀一剑 直奔天际 呼啸破空中 阻力再次出现 这一次 却是比之前更大 好似苍云压顶一般 许立国的惨叫声 顿时传来 主子 不行啊 破不开这鸟玩意 小刀也还差一点 王林目光一闪 右手一照 仙剑飞回 弯刀盘旋在仙剑四周 传出阵阵刀鸣 似乎颇为不甘 想要把我困在此地 等争夺天运七子封号结束后 再放我出来 我岂能让他们如愿 此地既然荒凉 我便再次修炼 争取尽快达到应变中期 到时定可破开此处 直接去天运宗 王林身子一动 从石块之上落下 直奔此地石灵深处 本章完 第484章 出入天运 寿宴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好似根根历次拔地而起的石灵深处 王林身影如电 闪烁之中急迟而去 经过多次的尝试 王林找到了此地石灵的边界 这边界是那银色光幕笼罩的范围 在这范围内 王林无法冲出 他索性盘膝坐在一处石损之上 右手一拍储物带 顿时大量的仙玉 化作一道道白芒 立刻在四周飞舞盘旋 远远看去 王林在那些仙玉的正中心 显得极为夺目 王林目光如炬 双手掐掘 向前虚空一点 顿时四周盘旋中的仙玉 立刻飞出一块 自动地落在了王林手指之前 在王林的手指 碰到仙玉的瞬间 那仙玉立刻发出震震咔咔之声 其上出现大片裂纹 其颜色 也从乳白色迅速变灰 最终彻底暗淡 啪的一声 化作一片碎末 从半空落下 尚未落地 便被四周仙玉盘旋带起的微风吹散 洒落在四周的地面上 一块仙玉碎面 紧接着又有一块飞来 此刻 王林的食指 就好似照耀夜空的明火一般 仙玉则是飞蛾 不顾一切的扑来 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大量的仙玉 正一个个被王林吸收了仙力 成为了碎末 这一过程 始终没有停止 一直继续 王林的动作 始终未变 他的右手食指 不断地吸收仙力 融入体内 与体内的仙力融合 凝结 时间一点点过去 在这里 王林已经忘却了时间的概念 专心吐纳 吸收仙力 渐渐地 在王林的身后 一个金色的光环 慢慢地浮下出 这光环散发柔和之芒 其内仙力纵横 极为霸道 这仙环 乃是体内仙力达到饱和之后 才会产生 把其融入身体内 可以使得仙力 好似又有了后援一般 在斗法之中少一些顾忌 王林并未停止吐纳 而是始终继续 此刻 四周盘旋的仙玉 已经所剩无几 王林神念一动 除物袋内 顿时又有大量仙玉飞出 在四周横扫 盘旋呼啸 此时 王林目光深邃 其内好似云烟滚滚而过 他望着四周的仙玉 沉吟少请 猛地一息 这一息之下 立刻盘旋在王林身体四周的仙玉 顿时从里层开始崩溃 这种崩溃蔓延极大 转眼间便由里向外不断地蔓延开来 大量的仙玉崩溃中 散发出无尽的仙力 这些仙力 此刻毫无例外 全部疯狂地向着王林凝聚而来 仙力入体 王林顿时目光一闪 全力吐纳 三个月的时间 一晃而过 整个天运星 迎来了一件 堪称每万年一次的顶天之事 这一日 是天运子万年大寿 天运子 每万年过寿一次 时至今日 很少有人知晓 他一共过寿几次 但毫无例外 每一次过寿之日 整个天运星都将处于盛世之中 甚至修真联盟都会派遣使者 来为天运子送贺礼 这一点 即便是七级修真星 也很少有人可以做到 唯有天运子 早在一个月前 整个天运星外的紫雾大阵 便被取消 铺成了一条紫色雾带 大量的天运宗弟子被派出 迎接各方来宾 除了外来者之外 天运星本土的修士 也纷纷启程 来到天运宗 献上鹤礼 天运星外的五个小星 也均都有大量修士来到主星 为天运子祝寿 甚至更外围的那些 独自占据一颗小修真星的老怪 也纷纷亲自踏入天运星 可以说 整个天运星 所有宗派 所有修士 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一个月的时间 天运宗七宗 分别开辟出了大量的居住之地 以宫来者居住 天运子的七系弟子 几乎每个人 都处于忙碌之中 大量的其他宗派之人 外修真心之人来此 一些交流与攀谈 自然不可避免 这种盛事 能来恭贺之人 绝无弱者 彼此之间交流之下 均都大有好处 这一日 负责守在心外紫物袋中之人 是紫系大师兄赵兴煞 他身穿紫袍 其上绣着金丝纹落 腰间一块暖玉灵配 身后背着一把骨剑 整个人看起来 颇有一股儒雅之色 再加上他一脸温和 让人忘之 便会心生好感 此刻 他正站在紫物之中 低头摇望天运星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自语道 师尊的寿宴盛世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到时交了不少朋友 尤其是那云罗宗的少宗主 此人修为不弱 倒也与我性情相投 可惜啊 这一切 七师弟是赶不上了 老七 你我本我愿仇 但你千不该万不该 与我抢夺这天运七子封号 师尊寿宴之时 便是我仔细一脉 出现天运七子之客 老二已经放弃 老三我不放在眼里 至于老四 若是与我争夺 我自有方法拿他 老五被师尊惩罚 送去天运闭关百年 老六外出历练生死未知 能否归来也是两说 如此一来 这天运七子的封号 非我莫属 赵星煞双眼露出奇异之芒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忽然 四周的紫雾漠然翻滚 赵星煞神色一动 脸上再次露出和善之色 遥望远处 但见在远处 一座金色的巨大战车 缓缓地飞行而来 这战车太大 高达千丈不止 通体金色 更有无数历次猙獰而出 在战车之下 还有四只巨大的妖兽 这四只妖兽拖着战车 这才使得其速如此之快 其尚未接近 便有一阵轰隆隆的巨响 咆哮而来 这咆哮传出战车下的四只妖兽 这四只妖兽军都是身子极大 力气惊人 可以短时间在星空飞行之寿 虽说没有什么神通之处 但却也不容忍小视 这战车之上 站着十人 每一个人 均都是一身银色长衫 面无表情 双眼阴寒 他们分别站在这战车前后 左右十个位置 在这战车的正中心 有一张巨大的座椅 此刻 座椅之上躺着一人 此人身子极为肥大 躺在那里好似圆球一般 但其肤色却是晶莹剔透 好似那水晶一般 让人望之 便会炫目 赵兴煞看到这战车的瞬间 一眼就认出来着身份 他倒吸口气 连忙上前 恭敬地说道 晚辈天运宗子系赵兴煞 参见金模子前辈 金色战车 在赵兴煞摆帐外停下 一股强大的威压 立刻锁定赵兴煞 尤其是那四只妖兽 巨大的胸目盯着赵兴煞 口中传出阵阵滴吼 甚至还有大量的口水 从这四只妖兽嘴角流下 战车之上 那十个身穿银色衣衫之人 此刻目光冰冷依旧 齐齐盯向赵兴煞 一语不发 赵兴煞连脚流下冷汗 正是因为他知晓这金模子的身份 所以才会有些失态 这金模子 乃是天运心外溢 单独小心的尊者 其独自霸占一心 横行跋扈 一旦有人招惹于他 定会被其疯狂地报复 而且此人极为护短 脾气古怪 往往一言不合 便直接出杀手 死在其手上之人 数之不尽 偏偏此人修为通天 除了有限几人外 无人可以制服 传闻中 这金模子的修为 已经超过了虚实二意 达到了传说中的那一步 你这小娃郎什么 还不带落 站车之上 那身子好似圆球一般之人 眉头一皱 喝道 赵兴煞深吸口气 脸上再次恢复温和之色 恭敬地说道 前辈请 说着 他右手一挥 顿时四周的紫色雾带 立刻从中间分开 露出一道长长的通道 在赵兴煞的带领下 那巨大的金色战车 慢慢地飞向天运星 同样的事情 几乎每天都会在天运星上发生 来自四周各个修真心的大神通修士 随着他们的到来 整个天运宗 顿时充满了意润之声 时常会有切磋之事发生 只不过彼此都有分寸 倒也没有出现太恶劣的事情 整个天运宗七宗之地 包括美宗外方圆数万里 此刻都被一座座精美的阁楼占据 这些阁楼均都是在数月的时间 以法力构建 为的就是给所有来贺寿之人 作为休息之处 此刻若是从天空看下 在这天运星上正中间有一座山 此山便是天运宗总宗山门所在 在此山四周有七星环绕 散发七色光彩 这七星便是天运宗七宗 在更外围 则是一圈圈阁楼建筑 密密麻麻无穷无尽 远远看去 根本就一眼看不到边境 每一次天运子万年寿臣 其参与贺寿之人的数量 都是无法想象 但最终 能够进入天运宗总宗之山之人 绝对不超过百人 甚至有时候 只有几十人而已 随着陆续的有人来此 最终 天运子寿臣之日 来临 这一日 天空万里无云 闭波浩渺 阵阵清风拂面 传出一股股花草的芳香 在天运宗 寿宴共有八处 赤城黄绿青兰子 这七宗 分别各有一处寿宴之所 除了这七宗寿宴之外 在天运宗总宗之处 则是天运子的真正祝寿之宴 能在这里坐下之人 绝非等闲之流 最起码 金摩子 没有机会参与 以他的身份 也仅仅是坐在赤宗寿宴之上 罢了 本章完 第485章 出入天运 紫气东来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天运宗数十万里外 石灵之处 一个长发男子 盘膝坐在其中一根石笋之上 此人全身上下笼罩在一层浓密的气息之中 远远看齐 一片模糊 四周极为安静 忽然 此人猛地睁开双眼 但竟在那片模糊之中 两道幽光好似皓月般 突然展现而出 在这一刻 漠然间天空色变 无数云层疯狂地向着四周扩散 露出一片空明之天 此人抬起双手 向四周虚空一按 顿时其身体外的那些浓密的气息 立刻好似怒浪翻滚一般 剧烈地云涌起来 最终疯狂地向着四周扩散而去 但听阵阵咔咔之声不绝回荡 四周的石灵 从里到外 居然出现了无数的碎裂之纹 渐渐地 咔咔之声越来越大 最终 在一连串的轰轰声中 石灵崩溃 化作石灰散落半空 几乎眨眼间 方圆十里之内的石灵 此刻只剩下一根石损毅力 这唯一的一根石损 正是那长发男子 盘膝所作之处 此人双目闪烁明亮之芒 张口猛地一吸 顿时四周扩散出十里之外的那些浓密的气息 立即疯狂地回撤 最终好似漏斗一般 迅速顺着亡灵之口 钻入 这一幕 好似云龙吞雾 距惊吞海一般 当最后一丝气息被此人吞下后 这长发男子漠然间抬头 其口中传出一声震惊天地的长笑 在笑声中 此人身子一晃 从石损上站起 他的身姿并不高大 但此刻 在月光的衬托下 却显得好似顶天立地一般 让人忘之 终身难忘 子宗 我来了 这男子口中轻声低语 他 正是亡灵 亡灵目光平静 脚下向前一踏 其整个人漠然间消失在了石损之上 出现时 却是在了半空数百丈之上 笼罩四周的荧幕 立刻传出巨大的阻力 阻止亡灵升空 此刻他所在之位 正是三个月前所升空的最高点 在向上飞行 极为艰难 可现在 亡灵神色如常 速度不但没减 反而更快 好似流星一般 拔地而起 直插云霄 如此一来 荧幕之上的阻力 顿时无数倍的增加 疯狂的积累之下 已然达到了极为恐怖的程度 亡灵的身子 略微一顿 他此刻所在的位置 若是从远处看去 可以清晰地看到 好似一座银色的山峰 亡灵便是那山间 一道荧幕 自从头顶三寸之上清晰而下 成员锥形落在地面 笼罩十里之内 亡灵神色平静 抬起右手拇指 顿时一道道明亮之芒 瞬间向着拇指凝聚而去 好似天地之间 瞬间被夺去了光彩 整个虚无 只剩下着拇指 亡灵目光一闪 拇指向前虚空一点 直接按在了头顶三寸之上 在他拇指按向此地的瞬间 整个荧幕 漠然间一晃 其上传出 振振咔咔之声 但见一道道裂纹 突然之间出现 从远处看去 好似那银山将要崩溃一般 但转眼间 那些裂纹居然一一消散 整个荧幕 再次恢复如初 亡灵目光阴沉 寂灵指再次施展而出 点在了荧幕之上 但听轰隆隆的巨响回荡天际 似乎整个大地都为之晃动 那荧幕更是剧烈的震动不已 倒到裂纹在其上疯狂的涌现 但 几乎在裂纹出现的瞬间 荧幕拨光扫过 所有裂纹 全部消失 亡灵面色一沉 轻哼一声 右手食指抬起 目录斜一只芒 画摩指 亡灵口中青土 但见阵阵幽光 从四面八方 漠然间出现 疯狂地向着亡灵 食指凝聚而来 与此同时 亡灵体内的先例 也随之而动 向着食指 云涌而去 司徒曾说 修为越高 施展这画摩指的威力便越大 此刻 我达到了应变中期 施展此神通 比之前威力增大了数倍不止 定可破除此阵 随着亡灵体内先例的涌入 亡灵的面色 立刻忽明忽暗起来 一股邪意之感 顿时在其身上显露出来 其右手食指之上 一个紫色的火星 慢慢出现 一股滔天的魔气 顿时从亡灵指尖之上 疯狂地扩散而出 这魔气呈紫色 顿时把四周 方圆十里之内 全部笼罩 好似魔王出世一般 此刻的亡灵 全身上下透出一股魔意 他全身先立 此刻在指尖之上 逆化成为魔火 这一过程 对于他来说 没有任何不适 反而有一种极为舒爽的感觉 这种感觉 极为使人迷恋 很快 其指尖之上的紫色火星 越来越明亮 其上散发出的气息 比之三个月前 亡灵施展此神通时 要强大数倍不止 亡灵右手食指向前一点 这一刻 他的食指 居然直接穿透了头顶三寸之处 穿透了这荧幕包围 在他的右手食指 穿透荧幕的瞬间 紫色火星 顿时刺眼地燃烧起来 以亡灵食指为中心点 疯狂地向着四周蔓延开来 这荧幕 好似只做的一般 一旦被点燃 顿时迅猛地燃烧 几乎转眼间 这紫色的火焰便从上到下 疯狂地蔓延燃烧 三熄过后 随着紫色火焰 在燃烧过程中 从天而降 最终 方圆十里内 形成了一圈紫色火痕 这痕迹 正是荧幕困住亡灵的范围之处 亡灵目光冰冷 闪烁浓浓的寒意 他此刻首要之事 便是赶回天运宗 可此地人生地不熟 亡灵不知天运宗 所在东南西北那个方向 双眼一闪 亡灵右手一拍除无带 顿时一感魂帆出现在手中 一抖之下 其上立刻飞出一个元神 曹一抖 亡灵平淡地说道 那元神一阵 猛地睁开双眼 先是茫然地看着亡灵 随后又看了看四周 这一看之下 其双目顿时明亮 他又仔细看了鼠眼 最终目光越来越亮 这 这里是天运星 此元神立刻失声道 这曹一抖 正是亡灵在去世音宗之时 所收之人 天运星亡灵 毕竟人生地不熟 很容易出现迷路之事 当年知晓这曹一抖 是天运星之人时 便动了心思 这才承诺 为其寻找 一句应变肉身为代价 使得此人心甘情愿 成为亡灵在天运星的向导 曹一抖 从此地去天运宗的路 你可知晓 亡灵立刻问道 曹一抖目录尘印之色 右手向西一指 说道 此地向西 大约三十多万里外 便是天运宗山门 亡灵抬头遥望曹一抖 所指方向 双目一闪 收了曹一抖 整个人好似奔雷一般 迅猛地急驰而去 亡灵的速度 已经展开到了极限 一路之上 但听轰隆隆的雷鸣不断 破空之声呼啸连绵 亡灵整个人化作一道 横贯天际的长虹 以其最快的速度 向着天运宗飞去 在飞行中 亡灵双目越加冰寒 从进入天运宗开始 仔细一脉之人 便对他处处针锋 亡灵忍了又忍 最终略微高调一把 总算是把事情有所改变 但赵兴煞等人 居然借外力逼压 把亡灵挪移出子宗 困在石灵之处 若非亡灵修为达到突破之际 又恰好拿到了大量的仙玉 否则的话 恐怕他真的可能被困数年 一旦如此 等解困之日时 恐怕生死完全不在手中 受别人操控 王某行事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但人若犯我 我必杀人 亡灵眼中寒芒闪烁 他速度飞快 一晃之下 瞬移而出 就这样 一路之上 亡灵时而瞬移 不断地赶路之下 终于在第二天午后 遥遥地看到了天运宗所在之处 此刻的天运宗内 极为热闹 人声鼎沸 七宗之山 处处宴席 各种山九仙果 比比皆是 七天寿宴之后 则是天运子讲道之日 随后 便是子 黄两宗 各自夺取天运七子封号之客 这一系列的事情 将会把这为期一个月的寿宴 掀到顶峰 子宗山内 山顶之处 被人以大法力 凭空从天夺来大片白云 这些白云被法力凝聚后 坚硬程度可比大地 远远看去 整个子宗山上 一大片连绵数百里的白云层 好似仙境一般 在那白云之上 处处暗基 更有大量子宗弟子 在一旁招待 在子宗上参加寿宴之人 均都是天运星上的本土门派 这些门派中 秀为高身者不是没有 但却不多 门派整体实力 处于天运星的底层 所以 只能坐在子宗宴席上 子宗山白云之上的宴席中 紫系一脉中 大师兄赵新煞 自然坐在主位 在其右侧 依次 则是二师兄中年男子 三师兄白威 四师姐那应变后期的女子 在之后 则是三处空空的暗基 老五被罚闭关 老六外出未回 老七亡灵不在 所以 才有了这三处空脊之地 在赵新煞的左侧 则坐着六个衣着不同的老者 这六人 分别是天运星六个宗派的大长老 其修为 最低的一个 也达到了问鼎初期 最高的那人 已经达到了问鼎后期大圆满 尽管如此 但他六人 却因为宗派势力太小 只能坐在这里 今日是师尊万年寿宴的第七天 明日 便是师尊讲道之时 诸位 我子宗这几日 若有什么招待不周之处 还望莫要介意 赵新煞含笑起身 拿着酒杯 虚空一净 一口喝下 赵新煞声音虽说平淡 可传递之下 方圆百里之内 全部都可听得仔细 四周暗鸡之人 纷纷拿起酒杯 相互示尽 就在这时 忽然一道紫色长红 从远处天边紫气东来 直奔此地 本章完 第486章 出入天域 闯宴 小说 仙逆 作者 尔根 紫气东来 天边立刻被映成一片紫色 在这紫芒之中 呼啸破空之声 顿时撤向天地 子宗山顶之上 连绵百里的云层中 来自天韵星各个宗派的修真者 立刻察觉这一异常 纷纷放下酒杯 抬头看向东方 他不但脱困 而且居然还达到了音变中气 赵新煞面色 顿时变得极为难看 手中酒杯一捏 立刻砰的一下 化作飞灰 不仅是他 坐在赵新煞旁边的老二 也是脸上露出震惊之色 目光阴沉 猛地站起身子 脚下一动 整个人顿时化作一道紫芒 向着天边急驰而去 白威则是目露奇异之芒 拿起酒杯 轻饮一口 嘴角含笑 至于那困住亡灵的四师姐 此女目光坦然 没有一动半分 仔细老二 那个中年男子身影如电 冲出之后低吼道 我天运踪大喜之日 凡映闯者 沙无赦 他不带亡灵说话 直接先扣出一道罪果 说话中 他双手掐绝 向身前虚空一拍 口中喝道 土之力 此言一出 顿时在其手心之上 一团土黄之芒闪烁 立刻化作一大片沙土 好似风群一般 立刻超过此人速度 快上数倍 飞向那东来的紫器 王林目光如炬 整个人一晃之下 出现在了白云之上 此刻 二师兄那中年男子的土之力 化作的沙裙 已然扑来 王林眼中平静 不起半点波澜 身子未停 冲出之时 右手一拍储物带 顿时静翻在手 一抖之下 无数静智从其内呼啸而出 在其身前相互手尾相连 漠然间形成一道黑色的静智飓风 一转之下 顿时四周狂风大作 震震的乌叶的呼啸之声 撤向天地 那些扑来的沙力 顿时被此静智之风扯动 在扑向王林的瞬间 立刻被静智之风声声拽动 一分为二 化作两道土黄之光 融入到了静智飓风之内 王林从容踏步 迈过静智飓风 冷冷地扫了二师兄一眼 平淡地说道 两次惹我 不杀你 不是王某 说着 王林右手食指抬起 体内仙力默然逆转 一丝魔火 在其指尖出现 中年男子面色一变 喝道 老七 今日是师尊寿宴 这么多道友在场 你莫要放肆 王林神色平静 看了四周修士一眼 这些修士 一个个均都是冷眼观望 没有丝毫想要出手相助之意 此地各位道友 今日 是我子宗一脉夺敌之正 外人若是参与 莫要怪我天运终日后追究 王林寒生说着 身子向前一踏 右手食指 默然间点向中年男子 那中年男子身子速退 他吃过这魔火的苦头 此刻再看到 内心不由地生起一丝退意 就在这时 赵新煞面色阴沉地向前一踏 一步之下 便来到了中年男子身前 他望着王林 沉声道 老七 归位 仔细一争 不是今日 王林看都不看赵新煞一眼 右手食指一弹 顿时魔火立刻闪烁而出 在此火离止的瞬间 顿时其魔焰猛地增大 好似滔天一般 顿时使得四周的白云 在这一刻 被映成了紫色 魔焰 四周暗基后的各宗派之人 有见多识广者 一眼就认出这火焰的根源 天运宗讲究一切随心 能有使用出魔焰的弟子 不足为奇 只不过 此人面生得很 之前却是从未知晓 这紫系一脉 有此人存在 听赵道友称呼此人为老妻 莫非 此人便是紫系的第七子不成 想当年那孙云 不也是紫系排行老妻吗 各种议论之声 不觉入耳 魔火闪烁而出 直奔中年男子飞去 赵新煞面色阴沉 右手掐绝 口中青土 大字在天地绝 此言脱口之客 但见一圈圈白色的光环 自照星煞右手之上 漠然间出现 疯狂的四散开来 把及时的魔火 立刻照住 亡灵眼露嘲讽之色 口中青鹤 爆 瞬间 被光环照住的魔火 立刻剧烈地闪烁 几乎眨眼间 但听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隆之声 魔火 崩溃 自爆 这魔火的自爆 由内自外 一股唯有高深的修魔之人 才可炼化 而出的魔气 在这一刻 从魔火自爆之处 疯狂地宣泄而出 但见无数紫色火星 漠然间 带着强猛的冲击力 直接卷在了包围棋外的光环上 那光环只能略作抵抗 便立刻崩溃 化作一圈圈紫色的火焰 迅速燃烧成灰 也就是三夕的时间 所有的光环 全部成为了火焰之环 燃烧成灰 消失不见 照星煞面色极为难看 他身子立刻暴退 不仅是他 子系老二 那中年男子 也是毫不犹豫地身子速退 除他二人之外 四周宴席中的各宗派修士 在魔火自爆的瞬间 纷纷展开神通 向四周散开 几乎转眼间 方圆千丈之内 再无任何修士存在 魔火自爆 疯狂地席卷千丈 这才渐渐消失 千丈之内 此刻所有暗机全部成灰 就连此地的白云 也被生生烧化 形成一个千丈的大洞 亡灵身影如电 二话不说一动之下 手中立刻多处仙剑 奔走间 一剑挥舞而出 但见十丈大小的剑芒 漠然间出现在了天地之下 呼啸 向着中年男子斩下 与此同时 弯刀紧随仙剑之后 呼啸而出 仔细排行第二的中年男子 眼看自己退之不及 低吼一声 双手掐绝 喝道 禁术 仙魔体 此言一出 他全身立刻传来阵阵 噼里啪啦的声响 几乎在仙剑剑忙批来的瞬间 他整个人 立刻化作一团黑色的雾气 仙剑横扫而过 把雾气一批为二 但立刻 两团雾气顿时相互融合 化作为一 随后迅速向一旁挤持 其目的 显然是要逃 亡灵冷笑 手中仙剑一抛 在许立国的咆哮之声 仙剑立刻化作一道剑芒 直接冲出 紧追不舍 弯刀快他一步 转眼便追上黑雾 横冲直撞之下 顿时黑雾七零八散 其内传出中年男子的阵阵惨哼 赵星煞盯着亡灵 一脸冷笑 却是没有阻止 亡灵看都不看赵星煞一眼 身子一晃 消失在原地 出现时 却是在了那黑雾退走之处 那跑不掉 亡灵冷声说道 零散的黑雾 正在重新相会融合 其内传来中年男子咆哮的声音 今日师尊大寿 你若杀我 定会被师尊逐出门派 亡灵双目一寒 右手一拍储物袋 顿时坤极边在手 一抽之下 但听啪的一声 融合之中的黑雾 顿时再次崩溃 与此同时 此人的元神 生生从黑雾内被震出 亡灵目光闪动 在此人元神出现的瞬间 身子一动 直接冲出 右手一把抓向此人元神 那元神尖叫一声 一闪之下 居然瞬移而出 亡灵目光阴寒 昆极边默然一抽 此边在他手里多日 研究之下 已然极为了解 此边 没有长短之分 目光所及 便是边长之处 只听啪的一声 千丈外现身的元神 顿时一颤 几乎就要崩溃 在其背部 出现了一道深深的痕迹 大量的先例精华 立刻宣泄而出 亡灵身子一闪 消失在了原地 出现时 却是在那元神前方 一抓住下 直接抓住此元神 元神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正要说话 却是被亡灵抓住后 直接拿出魂帆 扔入其内 随后 他转身过 望着不远处 一直观望的赵星煞 沉声道 下一个 就是你 赵星煞盯着王灵 忽然笑了 说道 老七 你杀了老二 却是闯下大祸 不用我出手 执法长老何在 擒祝此人 交给我师尊发落 王灵神色如常 冷言道 今日谁阻拦王某 谁便是在下敌人 说着 他身子向前一脉 横肚百丈 直接走向赵星煞 四周子宗弟子中 有数个执法长老 此刻 却是脸露犹豫之色 彼此相互看了看 却是 谁也没有走出半步 赵星煞面色难看 退后几步 猛地回头 看向白维于老四 喝道 老四 始终平静的此女 抬头冷冷地看了赵星煞一眼 平淡地说道 你知情 我三个月前已经回报 也答应不予你抢夺天运妻子封号 现在 给我一个为你出手的理由 赵星煞一咬牙 说道 好 好 他转过头 盯着王林 眼中露出一丝阴森 说道 老七 此数我本打算夺天运妻子之时再用 可现在你竟然逼我 那边让你提前见识一下 此数的威力 赵星煞说着 双手掐绝 口中念出一阵复杂难明的咒语 王林神色如常 张口一吐 尊魂番立刻在手中出现 他一抖之下 顿时其上剩余不多的主魂 顿时全部飞出 在王林一指之下 这些主魂立刻呼啸而出 向着赵星煞猙獰扑去 与此同时 王林右手一甩 驱兽圈砰的一下 化作射神车 落在了一旁 今日不知几章 写到哪算啊 最少三章 本章完 第487章 初入天运 古妖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赵星煞猛的抬头 在其头顶 此刻默然间出现一道 巨大的妖翼虚影 此物高约百丈 头伸双脚 虽说模糊 但一股妖邪之气 却是极为浓郁的宣泄而出 此妖物极为魁梧 模糊的身躯上 引有蓝色的妖翼纹络闪烁 尤其是其巨大的手掌 森森好似飞剑一般的指甲 无不显示出此物的不凡之处 此刻 这妖物虚影双眼紧闭 但巨大的头颅 却是微微转动 好似随时可以苏醒一般 这虚影越是向下 则越模糊 最下方则是赵星煞 此人面色苍白 显然施展此神通 对他来说 也是不小的负担 此刻 他眉心之上 却是有一个古怪的符文闪烁不定 这符文每次闪烁 其身后的妖物虚影 便会凝食少许 同样的 赵星煞的身体 也会虚弱几分 此物一现 顿时四周各宗派的修士 纷纷为之震惊 匆忙间全部起身 向四周散开 就连那六个问鼎修士 此刻也是目露奇异之芒 古妖 那一只古井不波 七天内始终一言未发 就连之前亡灵用出魔火时 也只是略看一眼的此地 唯一一个问鼎后期老者 水渔门的大长老江天尊 皱眉轻声说道 其声疑惑不定 显然也并非完全确认 江道友 此物莫非真是那传说中 上古时期 曾出现过一时的鼓妖 江天尊身旁 一个老者 沉声问道 很像 江天尊沉音少请 回答道 亡灵释放而出的主魂 此刻虽说看到了 那妖异之物 但仍旧冲出 扑向照星煞 照星煞双目露出奇异之芒 缓缓抬起右手 虚空一点 他这一动 其身后的巨大虚影 居然也随之而动 那妖异之物的右手 缓缓抬起 与照星煞一同 点在了虚空之中 顿时 一股复杂的气息 顿时从照星煞手指之上 漠然间扩散开来 实际上 准确地说 这气息 是从照星煞身后虚影手指释放 这气息 远远超过灵力 甚至与仙力相比 也丝毫不差半分 与亡灵魔火自爆的魔力 也半点不让 妖力 江天尊深吸口气 沉声道 亡灵双目一凝 但见照星煞右手锁点之处 立刻出现了一道红色的漩涡 此漩涡疯狂地转动 尊魂帆释放而出的主魂 居然不受控制 向着此漩涡飞去 照星煞面色苍白 但其身后的那巨大虚影 此刻却是脸上露出一丝青色 其双眼轻颤 好似立刻便会苏醒一般 亡灵眼中寒芒一闪 内心一动之下 尊魂帆立刻在手 一抖之下 魂部顿时化作百丈大小 横卷之中 立刻把那些主魂包裹 生生从那漩涡内收回 再收回主魂的一刹那 照星煞身后的巨大虚影 漠然间传出一声惊动天地的咆哮 其双眼 猛地睁开 露出一道 让一切生灵忘之 便会内心巨震的目光 这目光 冰冷异常 它的冰冷 比修炼了无情道之人 还要冷上数倍 比修炼绝情数之修士 还要入骨三分 这种目光 亡灵只在化身古神的天道使者眼中看到过 这巨大的妖异之影 在睁开双眼的瞬间 立刻抬起右手 莫然间 向着亡灵迅速抓来 在他手臂 抬起的一刻 照星煞的身体 好似不受控制一般 同样抬起了手臂 亡灵二话不说 身子立刻后退 与此同时双手掐绝 莫然间退到射神车旁边 右手在骑上一拍 一声巨大的咆哮 顿时从射神车上回荡 那不屈天地 仙魔的魂兽 顿时从射神车上幻化而出 一双胸目 立刻盯着那妖异之物 再次咆哮一声 魂兽立刻冲出 不顾一切地冲向对方 那妖异之物目光一闪 放弃了亡灵 而是落在了魂兽之上 右手改变方向 莫然间 向魂兽抓去 魂兽不屈的吼叫 顿时回荡天地 他整个身子 化作流星 拉扯着射神车 直接撞向妖异之物 但听一声剧烈无比的轰击之响 回荡方圆万里 魂兽的身子 无视妖异之物的右肘 直接穿透而过 钻入到了妖异之物的体内 那巨大的妖异虚影 脸上露出奇异之色 右手在胸口 右手在胸口一抓 居然生生把魂兽抓出 冷冷地看了一眼 张开大口 正要一息之时 聂畜 给老夫听 一声大喝 从远处天运宗总宗之内 疯狂地呼啸传来 这声音一现 那妖异之物 顿时身子一颤 沿路挣扎之色 最后四暗叹一声 松开手 放魂兽立刻 其整个身子 漠然缩小 最终化作一道清光 回到了照星煞眉心之内 照星煞眉心处的符号 再次剧烈地闪动树下 这才慢慢消失 照星煞身子一颤 喷出一口鲜血 强忍着反噬之力 盯着亡灵 嘴角流出一丝阴森之笑 魂兽被放开后 极为异常地 没有挣扎咆哮 而是直勾勾地盯着照星煞 最终身子一晃 回到了射神车内 消失不见 变成了曲兽圈 这时 一道红云从天边云涌而来 在此地上空 大片红云顿时相互凝聚 最终 化作一个身穿红袍的老者 此人面色火红 一身酒气 在其背后 还背着一个巨大的葫芦 他现身后 打了个酒阁 随后眼皮一番 骂道 打什么打 要不是你们打来打去 老子能被天运那老不死的 替来教训你们这些弟子吗 害得老子的酒 才喝到一半 王林面色平静 右手虚空抓住驱兽圈 身子一动 一步之下 便来到了四师姐之下 空余的第三个暗计之后 这里 是属于他的座位 一甩下摆 王林从容坐下 赵星煞看了红脸老者一眼 恭敬地抱拳道 弟子参见赤裂诗书 那红脸老者 扫了赵星煞一眼 说道 你认识我 赵星煞点头 恭敬地说道 弟子千年多前 拜入天运宗时 曾见过诗书一面 老者轻哼一声 说道 认识也没用 你体内妖灵才刚刚运化 便强行使用 等着你师父的惩罚吧 说着 他大手一抓 直接抓住赵星煞 随后目光一闪 落在王林身上 眼中露出一丝感兴趣的神色 笑道 小家伙 你师父 对你可是记忆厚望 你这大师兄 在天运七子封号争夺中 不会出现 你放心就是 说着 老者向四周各个宗派的修士一抱拳 哈哈笑道 各位 想必你们之中有认识老道的 今日子宗几个小辈打斗 倒是坏了各位雅兴 还望莫要见怪 江天尊望着赤裂 连忙恭敬地说道 前辈多想了 我等岂会坏了雅兴 应该说是看到了他几人的斗法 大有欣慰之感 天运宗子系一脉 后继有人了 他话语出口 立刻有人跟随 最后几乎此地所有修士 纷纷如此表示 赤裂哈哈一笑 摇头说道 莫要给这几个逆子脸上贴金了 今日结束后 明日 便是我师兄天运子讲道之时 各位 在下还有钥匙 先行离去 说着 赤裂身子一动 抓着赵兴煞 整个人再次化作红云 呼啸之间 向远处奔雷而去 转眼间 便消失不见 亡灵自这红脸老者出现后 从始至终一言未发 此刻拿起酒杯 倒满后一口喝下 眼中露出思索之色 这赵兴煞之前所用神通 到底是何种法术 不像是意境攻击 反倒是与古神神通有些相似 听那红脸老者话中之意 此物乃是妖灵 在赵兴煞体内 也是刚刚运化而成 不能擅自使用 陈寅中 四下各宗派修士 有不少人前来亡灵这里敬酒 亡灵之前的大战 轻而易举灭掉子系老二 逼得子系老大 用出那妖异神通 但此地任何人都可以看出 那妖异神通定是伤人伤己 看那赵兴煞的样子便可想到 此人施展此神通 定会受到极大的反噬 而且 这子系老七并未出手 只不过是法宝相抗而已 一旦出手 胜负虽说未知 但此地众人 却是一眼就从那赤裂言谈中看出 天运子对此人极为重视 否的话 为何双方打斗 单单只带走赵兴煞 并且不追究子系老二之事 反而好似安慰一般 留下一句在意之话 修真者 几乎都是人老成精之辈 尤其是能进入此地宴席者 更是其中佼佼 在他们眼中 亡灵 定然是未来的天运妻子 此刻套些交情 日后定有好处 如此一来 敬酒之人络绎不绝 亡灵收起心思 含笑相对 他深知想要在这天运星站稳脚步 除了天运宗之人外 多交些其他宗派的朋友 对自己来说 没有害处 于是 在这七天宴席的最后一日 子宗宴席出现了一个高潮 亡灵俨然取代了赵兴煞 成为了此处宴席之主 与众多宗派修士 把酒交谈 至于白威与四师姐那里 则是趣者不多 亦相对比 自然有些空旷 夜晚来临之际 宴席将散 亡灵拿起酒杯 恭敬地与江天尊敬酒一番 待江天尊等人离开后 他目光一闪 落在了不远处的四师姐身上 本章完 第488章 出入天运 久转练仙诀 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四师姐 不知那挪移之术 何时才能传给师弟呢 亡灵目光一闪 缓缓说道 四师姐看着亡灵 少请之后 微微一笑 一拍储物袋 手里多出一枚玉剪 一甩之下 抛给亡灵 原本打算此次师尊寿宴后 去给你解封 却没想老七你自己出来 此事师姐也是无奈 还望师弟莫要见怪 此玉剪内 除了那挪移禁法之外 还有师尊当年 传授给我的仪式禁法 此禁法是师尊 从一滴阶仙术中模仿而出 威力尚可 送给师弟 全荡月前之事的歉意 亡灵接过玉剪 看了四师姐一眼 沉吟少许 点了点头 不到万不得已 他也不想与此人彻底交恶 毕竟这四师姐 修为已然达到迎变后期 而且 此人始终并未露出恶意 即便是三个月前 也只是以禁法封印 并未实际出手 至于白威 则是在一旁微微一笑 说道 老七 此次天运妻子的封号 看来非你莫属 师兄先在这里 为你提前祝贺 说着 他拿起酒杯 向王林一示意 抿了一口 王林含笑 拿着酒杯喝下 随后站起身子 抱拳道 二位 在下还有些琐事 明日再聚 白威点头 笑道 老七你先走就是 不用管我们 四师姐同样点头 微笑不语 王林身子一闪 踏步之下 化作一道长红 消失无影 带他走后 白威与四师姐交谈少请 也相继散开 白威再回到紫卫阁的路上 眼中露出一丝狠毒之光 遥望天运宗总宗方向 自语道 师尊太过偏心 居然把妖灵 种在了大师兄体内 此刻妖灵苏醒 大师兄的修为 恐怕用不了多久便会恢复 到了那时 我报仇将永无日期 此事 该如何是好 他皱着眉头 回到了紫卫阁 王林一路飞行 途中遇到数个其他宗派的修士 彼此抱拳示意 没过多久便回到了紫灵阁 三个月未回 紫灵阁依旧如故 王林一晃之下 直接进入三层 坐在那密室内 右手一翻 多出一枚预检 这预检 正是四师姐所送 记录两道禁法之物 能挪移数十万里的禁法 乃是保命首选 王林当日看到此禁法后 便一直心动不已 此刻神识一扫 仔细查看之下 眉头渐渐皱起 少请之后 他收回神时 目露沉吟之色 这大挪移禁法 原来如此 是利用挪移之时 产生的一瞬间监插 以这禁法先行 封印自己 使得在这一瞬间 连续使用数次挪移之法 从而产生一股奇异之力 待封印打开后 一起爆发 使得挪移的距离 产生无数倍的变化 这方法原理虽说简单 可实际运用起来 确实有很多弊端 一旦封印时间掌握不好 很有可能把自己彻底送入空间裂缝之内 除了这一点 再就是无法完全定位 想必四师姐 也是凭借应变后期的神识 再加上多这天运星地貌的了解 才可以准确地挪移至那实灵之处 不过总体来说 此数 倒是颇为神通 亡灵尘音少请 站起身子 向前一踏 瞬间 他整个身子 立刻变得虚幻起来 与此同时 亡灵右手掐出奇异硬掘 向前虚抬 顿时 一股银色光芒 自其手中幻化而出 笼罩四周 在这银色光芒出现的一刹那 亡灵立刻感觉到 身体四周 好似有水流滑过 好似整个人 在这一刻深处海底一般 四周的一切 变得凝固起来 他仔细地感受这种感觉 目光一闪 脚下向前踏出一步 若是按照往常 这一步之下 亡灵便可踏出数千里 可现在 这一步 他身子却是只是一晃 亡灵目光闪烁 再次向前一踏 随后他身子未停 好似登天梯一般 一步一步向前踏去 一共踏出七步 这七步 使得亡灵的身子 越来越高 最终距离地面 约有一丈多高时 环绕他四周的银色光环 莫然间一散 消失了 这光环消失的瞬间 亡灵顿时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撕扯之力 从四面八方疯狂地向自身凝聚而来 这一刻 他的身子 居然不受控制的一闪 消失无影 十万里外 一处山峰之上 此刻 莫然间出现大量的银色光芒 与此同时 一声巨响 轰然从山峰中段传来 阵阵灰土飞走中 亡灵全身充满泥土 从这山峰中段走出 他眼中露出兴奋之色 喃喃自语道 这大挪移的禁术 果然威力无穷 这天运星 我却是来对了 若是还在朱雀星 如何能学到这种神通 这么远的距离 恐怕只有问鼎修士 才可施展而出 此刻亡灵心中充满畅快之感 他抬头看着月色 一声长啸 与此同时身子一抖 全身上下的泥土 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 月色中 亡灵身子一动 立刻化作一道长虹 直接冲向天际 飞行中 亡灵拿出预检 神石一扫 查看四师姐留下的第二个禁法 看着看着 亡灵眼中露出奇异之芒 他身子一顿 停在半空 眉头渐渐皱起 这第二个禁法 没有名字 乃是一种先例的运用之术 这先例走的不是体内寻常脉络 而是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运转 在体内呈螺旋状释放而出 此螺旋一共九转 在体内运化时间越长 离体后威力越大 按照四师姐所记录 当年师尊 传授他这禁法之时曾说 此法 乃是从下品下树 九转练仙诀内模仿而出 此树模仿而成 即便是在体内达到了九转 也只不过是相当于真正的仙树 三转威力而已 亡灵尘因少请 没有立刻尝试修炼 而是神石一扫 寻找到附近一处偏僻的山谷 盘膝坐在棋内 仔细地揣摩起来 亡灵不是鲁莽之辈 四师姐如此痛快交出禁法 他自然要多加确认 才可决定是否修炼 仔细地研究了许久 以亡灵的见识 对比司徒男所传授的三式杀招 他最终确定 这禁法 为真 九转练先觉 亡灵目光闪烁 眼中露出一丝果断 深吸口气 体内先力一动 顿时奋出一股 按照禁法内所要求 在体内几个偏僻之处 停顿少许 随后尝试使其旋转 若是亡灵修为未到应变 身体还是原来的凡胎 那么 以他的资质 自然无法修行仙术 但现在 亡灵的身体 已经经过了先力的凝聚 已经退去凡骨 拥有了仙体 虽说这仙体的资质 在别人眼中不算最佳 只算中等 但亡灵已经极为满足 这幅仙体 要比之他以前的凡胎 不知好上多少倍 这也是亡灵之前 侧重于法宝 而不是法术的原因 因为法术的修炼 与天资灵根 关系极大 有时候 一种法术 天资不足 即便尝试万次 也是无用 而天资充足 很可能一次之下 便可彻底学会 体内的那股先力 在亡灵的操控之下 慢慢地旋转 渐渐达到了一个周天 完成了一转的要求 在其完成一转的瞬间 一股尖锐之力 突然从其内闪烁而出 王灵神识一动 立刻仔细观察起来 渐渐地 他看出了一些端倪 这九转链先术修炼而出的 乃是一股惊鲜之力 王灵沉阴少请 控制体内这一股 完成了一转的惊鲜之力 慢慢地再次旋转 想要完成二转 二转的速度 比一转慢了不少 三柱向后 最终渐渐完成 二转形成的一刹那 这股先力之中的尖锐之感 顿时扩大是十倍 一阵刺痛感 顿时从体内传出 少请之后 才慢慢消失 王灵仔细观察了很久 一咬牙 开始三转 三转 耗时几乎一个时辰 当三转成功的瞬间 强大惊鲜之力 疯狂地在王灵体内游走 他甚至感觉到五脏六腑 在这一刻 都传出揪心的刺痛 体内其余先力 顿时涌入 平缓地划过后 他体内的痛楚 慢慢地消散 此刻 在王灵的体内 那一股三转之后的先力 颜色已然不再是白色 而是散发阵阵精芒 与其他先力 完全格格不入 彼此之间 好似等级森严 王灵体内原本的白色先力 在遇到这金色先力后 立刻从两旁散开 居然不敢与其太过接触 最终 王灵把这一股金色先力 凝聚在了左手内 体内的先力 这才恢复了运转 但他的左手之处 先力 却是半点也不流入 好似那里 是一处分界岭一般 这九转炼先觉炼化而出的先力 倒也有趣 就是不知其威力如何 王灵目光一闪 没有使用而出 而是右手掐掘 运转大挪移之术 在身体四周出现银芒的瞬间 脚步向前踏出七步 银芒消失 王灵身影一晃 无影 子宗之外 银芒闪烁 王灵的身影 有些狼狈地踏出 他毕竟才尝试了两次 还是不太适应那连续挪移的速度 现身后 王灵一晃之下 向着子灵阁飞去 此刻天空夜色已经慢慢流逝 天边有些泛白 新的一天 开始 这一天 是天韵子讲道之日 也是天韵星各个宗派 外界修真心大神通修士 来此祝寿者 最为期待的一天 结束了吗 没有 爆发吗 我现在精力还够 继续写 兄弟们的月票 该给点了 尔根被人爆居花了 日啊 本章完 第489章 出入天韵 孙长老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天韵子讲道 万年一次 每次讲道 持续时间不定 凡来文道者 均都有莫大的机缘 此乃天韵星 自天韵子成道后 极为独特的一件盛事 四方八面 来此贺寿之人 其中不犯有大神通者 但即便是他们 也都会在天韵子讲道这一日 静心听闻 映成道果 这一日清晨 天韵宗 赤城黄绿青兰子七宗嫡系弟子 以赤宗为先 当前从赤宗踏出 赤宗一脉 弟子七人 一个不缺 均都是身穿红衣 袖口处有金龙刺袖 腰间先和暖玉 七人化作七道长虹 从赤宗飞出 在天际之上横开 向着天韵宗总宗之处 敬拜 赤宗一动 紧随其后的 则是成宗 成宗同样是七人 衣着成色 奇迹飞出 在赤系一脉之后 敬拜 接下来 分别是黄绿青兰四宗 带着六宗全部出现后 才轮到子宗 毕竟子系一脉在天韵宗来说 是最弱的存在 子宗之上 只飞出三道长虹 落在天际一旁 其他六宗弟子的目光 纷纷看来 其中有冷漠 有不屑 还有嘲讽 各种目光交错在一起 好似一把把利剑 落在了三人身上 白微神色如常 显然早就习惯了此事 至于那四师姐 则是面色带煞 紧咬下唇 一语不发 王林站在那里 面色平淡 冷眼扫向其他六宗 这六宗弟子 他一一看去 越看 内心越惊 眼中瞳孔 微不可查地收缩起来 六宗弟子 他只认识三人 其中一人 便是那蓝宗排行第三的司马如风 此人修为达到了音变大圆满 距离问顶 只差一线 还有一人 则是那清宗王姓男子 此人依旧一脸冷漠 看到王林望来 眼中闪过一丝默然 此人修为 超过了司马如风 半只脚 已然踏入问顶 除了这二人之外 还有一人 王林望之极为眼熟 此人 正是那当年在仙界 与赤虎一战 用出煞气血精的中年男子 当年此人修为 尚未达到音变 但此刻看去 却是已经达到了音变后期 此人站在成宗一脉的第四位 此刻目光 也正看向王林 二人目光焦急的瞬间 此人眼中露出一丝恍然 似乎认出了王林的身份 嘴角露出一丝古怪之笑 王林深吸口气 当年 他对天运宗不了解 此刻随着接触 他可以确定 此人当年在仙界 一定是隐藏了修为 即便是现在看去 王林也是怀疑 此人仍然隐藏了修为 只不过自己修为相差太多 所以看不出来罢了 其余六宗弟子 王林一一看去 其中有一大半 他均都看不出修为深浅 即便是看出一些端倪 王林猜测之下 也是对方隐匿之后的虚幻 这天运宗 的确强大 仅仅是这些弟子 除了我子系之外 随便一系 便足以横扫朱雀心 即便是朱雀子有封号应绝 恐怕也有所不敌 王林神色如常 但内心却是阴沉 七系弟子全部来临后 紧接着 则是七系之中的寻常弟子 这些弟子中 也不是全部都有资格闻到 而是其中天资聪盈者 亦或者修为高身者 方有资格近距离闻到 但见一个个七系寻常弟子 纷纷从七宗之内飞出 各自站在本宗天运子弟子身后 密密麻麻成为善行 如此一来 强弱之事一眼可见 七宗中 世宗实力最强 就连其身后的寻常弟子 也是强者众多 至于王林身后的子宗弟子 则明显差上数仇 老七可看出我子宗的没落 王林感慨间 耳边传来四师姐的声音 他沉默少许 点了点头 传音道 子系一脉 比之其他六宗 相差太多 你可知为何 四师姐轻叹 说道 请说 王林神太平静 因为我子系一脉 内斗太多 最重要的是 天运七子封号 换得太过频繁 不像其他几宗 有千年天运七子存在 如此一来 我子系一脉 自然渐渐没落 在无当年孙云师弟在时的威风 四师姐苦涩一叹 不再说话 待七宗寻常弟子陆续出现后 接下来 在更外围 则是此次贺寿之人 这些人 在闻道之时 不分身份尊贱 不分修为高低 凡是贺寿之人 均可再次问道 渐渐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出现 方圆数万里内 几乎密密麻麻 全是修饰 少请之后 来者越来越多 王林一眼望去 根本无法分清 到底有多少人 天运子在天运宗的地位 王林这是第一次 从侧面 看了个彻彻底底 时间不长 在天运宗总宗之处 一道七彩之芒 漠然间出现 滑出一道弧形 直接落在了七宗弟子上空 紧接着 一个身穿白衣的老者 其身影缓缓出现 踏着七彩之虹 一步一步 徐徐走来 在这一刻 七脉嫡系弟子 几乎同时敬拜 口中其声道 参见师尊 王林跟随他人 同样恭敬而道 在他们之后 则是七夕寻常弟子 他们人数众多 此刻齐生起来 好似惊雷一般 洞彻天地 震动虚无 参见师祖 随后 则是外围的拜寿之人 这些人中 有高声拜见者 也有点头示意者 老者看似缓慢 但实际也就是三夕之间 他便来到了虚空之上 遥望四周修士 老者微微一笑 平淡地说道 老夫天运子 凭着修为日久 略感天道 今日 便把老夫一些感悟 与重道有体悟一番 老夫知道 乃是信奉天运 若有谬论之处 还望见谅 说到这里 他略微一顿 抬头看向虚无 脸上露出祥和之貌 笑道 不过在这之前 还是请修真联盟的老朋友 出来一叙吧 天运子此话一出口 瞬间 四周一片安静 所有的修士 纷纷抬头 看向天运子之上的虚无 尤其是那些大神通者 一个个立刻定气凝神 目不转睛 眼中露出金色 一声好似来自虚无之中的长笑 漠然间 在这寂静的天空中 回荡起来 与此同时 但见天空数万里内 一道道金色的光芒 突然出现 万丈金光在出现的瞬间 疯狂地向着一个位置凝聚而去 随着金光的移动 整个天空 看去就好似一座巨大的阵法般 而且这阵法并非静止 而是在急速地运转 迅速地缩小 最终 当所有的金光凝聚在一起之时 这一刻 太阳都失去了颜色 天空 大地 一切的一切 都黯淡失色 整个天地中 只剩下了那一道金芒 这金芒中 渐渐走出一人 此人一头长发 飘在身后 无风自动 他身影魁梧 站在那里 好似一尊战先 他年约四旬 脸不刚毅 双目内好似闪电 让人望之 便会心神俱正 他站在那里 便是一切的威严所在 四周的修士中 修为高身者大有人在 但此刻 即便是这些修为高身者 看到此人的目光后 也不由地低下了头 此人身穿一道紫色长袍 肩膀处趴着一只三眼紫雕 这紫雕目光同样如电 扫动之下露出冷漠之色 天韵子神色如常 看到这中年男子后 微微一笑 说道 原来是孙长老 天韵子 见过孙长老 老夫寿宴小事 没想到孙长老 居然分身前来 荣幸知智 天韵子话语恭敬 但身子 却是一动未动 显然只是客气而已 那中年男子也不介意 走出金光之后 右手向后一拍 轻描淡血般 其身后的金芒立刻暗淡 最终化作一把金色飞剑 被此人抓住手中 天韵老怪 你万年大寿 老夫岂能不来 这中年男子哈哈一笑 右手一甩 手中金色飞剑 立刻飞向天韵子 来得匆忙 没什么好理 这飞剑 乃是终尚品仙器 被我凝练万年 总算还有些微能 我知晓你喜欢七色 这金剑 也算黄芒一类 应该符合你的心意 天韵子微微一笑 接过飞剑 一甩之下 扔给黄夕一脉中的第一人 说道 鲲鹏子 此剑 送你 那黄夕中的鲲鹏子 文言身子一颤 立刻接过此剑 内心激动异常 恭敬地说道 谢师尊 那中年男子略意摇头 苦笑道 你这脾气 还是没变 天韵子微微一笑 不再言语 而是目光一扫 看向四周各个修士 缓缓说道 老夫讲道 讲的是天韵之道 诸位道友 若是有不同言论 可以当场提出 你我共同印证道果 说着 天韵子袖子一甩 盘膝坐下 在他坐下的瞬间 一片祥云在其身下浮现 那来自修真联盟的中年男子 同样盘膝坐在一旁 仔细地望着天韵子 准备闻道 至于他肩膀上的三眼小雕 则是一闪之下 从其肩膀飞出 其速笔之闪电 还要快上无数倍 一闪之下 消失无影 王林眼中瞳孔一缩 这种速度 恐怕只有弯刀权力 才可与之一比 他正沉思间 忽然肩膀上一沉 但见那三眼小雕 不知何时 居然站在了其肩膀上 王林侧头看去 那小雕也正向王林看来 今日四更了 四更 还差一更对吧 别急 我继续码字 不过今天可能更新不了 要回家写了 岳母家没网线 明天 咱再发 兄弟们 还差几更来着 算是明天的标准二更 还差六更 我拼了 耳根拼了 你们是不是也拼一把 干掉我上面那个 让耳根也摸摸别人菊花 哼哼 本章完 第四百九十章 初入天狱 他 小说 仙妮 作者 耳根 这三眼小雕 通体紫色 唯独三目散发一丝幽芒 他趴在王林肩膀 打亮了王林一眼 其目光中露出一丝奇异之芒 盯着王林 一动不动 王林看向此雕 他刚才在那来自修真联盟的孙长老身上 看到这小雕时 就感觉有些眼熟 此刻近距离看去 尤其是在此雕的眉心第三目上 凝神一望 此雕的第三目 其内好似有点点星光一般 让人望去 便会忍不住迷失在内 星痕雕 幼年的星痕雕 王林双目一凝 认出了此雕的身份 古神图斯的一支传承中 有关于此雕的记忆 此雕乃是星空中的一种奇异之物 成年之后可幻化成世间万物 甚至换作人形也丝毫不齐 是最好的傀儡神通材料 在幼年时 此雕并未太大的攻击力 但其速却是快得难以想象 除此之外 此雕醉喜今时 吞噬之下 日久天长便可渐渐成长 在古神图斯的记忆中 星痕雕很多 取其幼丹炼制法宝 在其上刻下顺一阵法 其速将会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 只不过 现在事隔太久 无数万年过后 此雕即便没有灭绝 也为数不多 在古神的年代 星痕雕是最好的宠物 尤其是此物的速度 更是受古神的喜爱 同样 星痕雕 也极为喜欢幼年古神身上的气息 往往不用特意抓捕 便会自己接近 与幼年古神在一起 对于星痕雕来说 有着极大的好处 随着幼年古神的成长 星痕雕会吸收到大量的灵力 从而使得自己的生长 加快数倍 眼前这只小雕 第三木内星光璀璨 尚未达到龟须之目 应该存在不超过万年 望着此雕 王灵内心一动 左手在橱带上一抹 手中立刻多出一块上品灵石 放在了紫雕嘴边 那紫雕看不不看灵石一眼 只是盯着王灵 眼中露出疑惑之色 其身子一闪 在王灵肩膀上消失 王灵摸了摸下巴 此雕显然是看不上手中的灵石 它一直盯着自己 莫非是闻出自己身上 有古神的气息不成 王灵的身上 虽说也有古神气息 但却极为微弱 这还是它与本尊合体后 才残留的一些 时间长了 自然就会消失 这紫雕循着气息而来 却是极为失望 因为这气息在它看来 实在是太少了 它虽说不知那气息为何物 但闻到那气息的瞬间 却是有一种极为舒服的感觉 这种感觉 从它出生到现在 一次都没有遇到过 把灵石收起 王灵手中一闪 这一次 它手中出现的 是一块仙玉 这仙玉刚一出现 但见紫光一晃 王灵看向左手时 其上的仙玉 早已没了踪影 王灵眼中带笑 再次拿出一块仙玉 这一次 它全神关注 但见紫芒一闪 那紫雕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出现在王灵左手上空 它根本就没停留 直接小嘴一动 咬住仙玉 一晃之下消失了 紫雕出现时 却是又在了那孙长老的肩膀上 嘴里咬着仙玉 嘎巴嘎巴地啃了起来 目光时而扫向王灵 尤其是在王灵的橱袋上 重点地留意了几眼 孙长老显然注意到了这一幕 向着王灵微微一笑 点头示意 天韵子盘西坐在祥云之上 开始了讲道 天之术 乃久久归原之运 老夫修道至今 不敢说看破一切神通 但却对于这神通之后的本源 有了一丝感悟 修道 修道 这修字 为何 这道字 又为何 宁器 筑姬 结丹 原音 化神 应变 问鼎 此乃修道第一步 若真的去说 老夫认为 可归纳在修之一字上 王灵听到这里 顿时凝神 望着天韵子 他修道以来 全凭自身 掌握功法较为博杂 最缺少的 便是一些高深的感悟 问鼎之后的虚实二意 遂念三境 想必有些道友 全部都是在这里 生生卡住 再无寸境 这便是修道的第二步 老夫以为 这第二步 便是一个修与道之间的过渡 如何把修之一字上的神 完完整整的 过渡至道之一字上 重点 便是这第二步 可惜 包括老夫在内 始终却是无法彻底明悟 好似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 在干扰一切的感悟一般 总是在摸索中被无端地打断 天韵子的声音 徐徐传遍四周 讲述着他所感悟修道 四周渐渐一片安静 就连那来自修真联盟的孙长老 此刻也是沉默不语 眼中露出无奈之色 天韵子前辈 不知这修道的第三步 又是如何 四周的修士中 有一人 沉声问道 此人一身黑衣 一 站在那里 四周十丈之内 没有任何修士存在 在此人身上 有一股凶器缭绕 他的脸上 有一道猙獰的疤痕 直接贯穿眉目 斜下颈部 天韵子看了此人一眼 说道 这第三步 乃是道之一字的真谛 修无数万载 只为求道 这道字 一旦修成 便可达到一种不可思议的高度 只是 如何去修 老夫却是不知 老夫的道 乃是天韵 若天之韵道 自然一切可成 若是韵姬未道 只有化作黄土 数万灾休牙 一扫而过 四周再次安静下来 亡灵目录思索之色 仔细地品味天韵子的话语 修道 分为三步 我现在连第一步都尚未走完 后面的道路 会比现在更艰难 更困苦 都说修道 乃逆天之事 此言却是不假 若是连天韵子都不知第三步的道路 那么这世间 是否真的有这第三步存在呢 王灵沉吟 天韵子的目光 在王灵身上一扫而过 此刻 王灵抬头 与天韵子目光交集 好似看破了王灵的内心 天韵子和蔼一笑 望着王灵 说道 王灵 你可有疑问 天韵子此言一出 顿时四周所有修士 立刻把目光凝聚在了王灵身上 尤其是其余六系的弟子 纷纷侧目 盯向王灵 要知道 在这种场合 能让师尊大人亲自点问 乃是莫大的荣耀 王灵神色如常 向着天韵子一抱拳 恭敬地说道 师尊 弟子 却有不明之处 天韵子摸着白须 点头笑道 说来听听 有关修道一词 弟子有些疑问 我被知人常说修仙 修真 修道 这三种说法 师尊只解释了修道 那么修仙呢 修真呢 这两种说法 莫非是凭空出现不成 天韵子微微一笑 眼露赞赏之色 这一刻 就连那来自修真联盟的孙长老 也是嘴角带笑 大有深意地看了王灵一眼 仙依不在 修仙之说 源于远古 那时的仙剑 乃是修士的圣地 所以 放有修仙一语 真 是何 真 就是一切的真相之意 仙界不在之后 修士好似无根之木 无家可归 孤独漂泊 此刻 修仙已经失去了意义 于是 真 便成为了一切修士的根本 从此 便有了修真一脉 其说修真 也正是修己 而如今 先 真君都成为了过去 我们追寻了 是道 可这种道 并非天道 天韵子声音缓慢 说之这里后 略微一顿 四周修士之中 顿时不受控制的议论起来 修道者 所修居然并非天道 此话立刻掀起巨大波浪 此话 与天韵子之前所说 似乎有些矛盾 此刻 一个个疑问 在众多的修士中 不由地生起 不过 那些大神通的修士 此刻 却是一个个神态如常 眼中露出感慨之色 天韵子的话 在他们听到 却是如此 只不过有些时候 此话 却是不能说出口 否则 会引起一些事端 来自修真联盟的孙长老 此刻眉头一皱 咳嗽一声 看向天韵子 天韵子微微一笑 徐徐说道 修道之道 乃是道路 因为不知第三步 所以寻找一条第三步的道路 这便是修道之道的另一种解释 王林 你可解惑 王林掩路思索 少请之后 摇头说道 弟子怀疑 是否真的有第三步存在 天韵子轻叹 眼中少见的露出一丝追忆之色 缓缓说道 三万年前 老夫与你一样 一直不幸 这世间修道 真有那第三步存在 直至我见到了他 孙长老显然知晓 那他是谁 听闻此话 面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 眼中同样露出追忆之色 只不过其目光中 更多的却是恐惧 此言一出 顿时四周修饰 变得异常的沉默 唯有那些大神通的修饰 一个个立刻双目露出奇异之芒 天韵子前辈 这他 是谁 天韵老友 可否把话说清 天韵子 此话怎讲 陆续的言论 越来越多 所有的矛头 全部指向天韵子口中的他 够了 天韵 此话莫要再提了 孙长老面色难看 沉声道 天韵子看了孙长老一眼 笑道 其实我很庆幸 能在有生之年 在我迷茫之时 他出现了 此人 绝对已经踏入了第三步 本章完 没观看 有点 诺 所以 很高兴 有点 獨唱 有一点 第二点 什么 也是